十一月十五日 战斗的话语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 当我为一些有风险性的新事业 或是会议感到焦虑时 我以我最常用的应许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 何不幸征战 在我离开美国 前往德国三年的那一天 我的父亲打长途电话给我 并将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 这应许的经文送给我 在德国的三年期间 我引用这节经文至少五百次 来帮助自己度过巨大压力时期 当我脑中的引擎是属于空档位置时 齿轮的哼鸣声是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的声音 当我担心自己的事工是无用和空虚时 我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的应许 与我的不幸征战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当我担心自己太软弱而无法工作时 我用基督的应许与不幸征战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当我为未来所做的决定感到焦虑时 我用下面这节经文与不幸征战 我要教导你 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 十篇三十二篇八节 当我为面对我的反对者而感到焦虑时 我用神的应许与不幸征战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当我为所爱之人的快乐和福祉感到焦虑时 我以神的应许与不幸征战 我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